民众一个接着一个大排长龙 全台湾各地区公所 门还没开就挤满民众 都是来申请急难纾困补助 只是排队老半天 光是第一关申请资料就卡关 让民众忍不住大骂 民众起个大噪却都拜信而归 因为资料准备不齐全 或是当场才发现身份不符合 纷纷抱怨这一万元真难领 因为光是相关证件就要准备 身份证件实际共同生活户内人口存部 从今年1月1号的存折内业银本 工作受疫情影响的证明 像是薪资一栋记录 净出货记录营业记录等 若没有就要写切结书 说明详细状况 准备资料相当多 甚至有的区公所所有申请者 都被打回票 民众骂翻天 一肚子气全出在区公所人员身上 让地方首长也忍不住开枪 一下宣布 每个打电话来问 我都还不知道内容 咬紧牙关 我每次说我们是捕手 我们不是投手也不是打击手 不管他丢什么球我们都要接 接得很痛苦而已 中央一个命令基层较苦连天 不但准备资料超多 资格审核更是一大难题 需要一到四月 加户人口的月平均收入 加上加户人口总存款 扣掉每人15万的扣除额 再除以总人数 就会得到加户每人每月生活费 再根据不同县市的生活费标准 若低于当地的1.5倍 视情况可领到1到3万 若小于两倍可以领到1万 扩大赎困计算超复杂 不管是申请的民众 还是审核的基层人员 通通一个头两个大 民怨四起 索困的每亿打了打折扣 环宇新闻记者综合报道